中国,上海,现在是怎么了?我们的政策是怎么了?是怎么了?如果孩子现在真的有病死了,怎么办?还有人管吗?医生,有人管吗?有人管吗?我们遇上我们这些病人,怎么办?还有没有往返?有没有往返? 是人吗?是人吗?是不是人?还有没有人心? 这次疫情其实只是说小小的感冒和发烧,但是给我们上海人民带来的疼痛,是我们难以承受的,难以言表的,我们非常的痛心。 我先问一下,上海究竟是怎么了? 我说,不能出去,我们接的通知是不是出去,那通知给我们看一下。 你找事是什么?通知给我们看一下,我提问,我说我一个合,合。